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盟主宠招了吧 我替老板办事办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他本人的 他怎么没见千惠呢 老实说 千惠是不是已经被做掉了 我真的不清楚啊 那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四个 都这个节骨眼了 这蹄怎么还没有出现呢 抓紧 人静点 不要急到 好奇 把枪放下 把枪给我 我 我是提 提是军师 老板没让他出来 他是不会出现的 哎 只是任千惠 这么小年纪就 可惜啊 犯错的是他妈妈 他不希望他妈妈坐牢 就这么点小辫子 被老板抓到了 压了他透不过气来 闹到今天的下场 他觉得他自己很无辜啊 没有道理 帮他妈妈的事情背一背着 所以 才想脱离我们 如果我们能甩掉老板 早就走了 干嘛现在坐在这里 猜老板是谁啊 你是郑 你是郑 你应该知道老板 把我们叫到这里来 到底是什么任务 对不对 我只知道这个任务 跟军货有关 其他的我真的就不清楚了 那提呢 他知不知道 我每个人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打击其他的事情也打击不出来 反而会危害到我们的亲人 不是吧 我一直很好奇 提都不用出现开会 是老板的意思 还是你的 是老板的 为什么 老板跟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我们瞎猜的事情也没用啊 赶紧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不掉重要 那黄文秀的事情你们知道吗 现在该怎么办呢 他早就被盯得死死了 想杀他比登天还难啊 啊 独书人 你没问题吧 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人了 你可千万别再出事了 你放心 我要上去的话 我也不会把你们供出来的 这事我还没想到 当时觉得每件事情都可以用钱来摆平的 现在一件事情也摆不平 反而每一件都变成我们的致命伤 当初这扎掉一个警官 果然是不够的 我已经找到陪镇头的小姐 也请她们做了会图 我已经找到陪镇头的小姐 也请她们做了会图了 要我配合调查 调查什么 黄文秀的案子我交代得很清楚 你还要我说什么呢 对不起 不是为了黄明秀的案子 不是 小姐说 一个叫于小姐 另外一个就是震头 这一个是负责 你下半边 小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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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董 余小姐 就是千门八强里面的震很粗 一个负责设计骗局 另外一个就是负责但何事了 好 法官跟律师 真是天照地设的一对好组合 你们有看清楚吗 郑董是哪一位 那一个 哪一个 最左边那一个 你确定 确定最左边那一个 好 谢谢你 郭基 我们终于找到杀人凶手了 请 上个礼拜一 凌晨零点十分 你在哪里 他这么久的事情谁会记着 没有问题 我来帮你回忆起 上个礼拜一 凌晨零点十分 你上了酒店去喝酒 接着 帮了一个小姐书上 好好好 你怎么不说话 诚哥 你眼力真好 我们家华华刚来上班的 大学生 然后 坐上了计程车 到酒店 开房间 两个小时之后 会到的小姐 问你会加时间 你又多加了一个小时 之后 清洁人员上去 就发现尸体 这时候你即使找总统来关系 我们一样把你绊到底 这个小姐 就是那一天被包出场的小姐 就是那一天被包出场的小姐 喂 阿婷 我告诉你我出事了 死人了 我被你找到 可以指着你的酒店小姐 就为摩特尔的柜台小姐 认出你 你有什么话要说 人不是我杀了 我们会检验你身上 是否有毒品的反应 还有 我们对你家 也已经提出申请搜索票了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李居安 七百万 四位司法人秘密感到很遗憾 但是如果你还有点良知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坦诚一切 你要我坦诚什么 比如说 要头是谁 还有 你怎么样跟要头联络感 你要我坦诚一切 你不是要我死吗 我希望你要相信我 我会给你公平的技术 建筑 需要 这是齐法官家里搜出来的毒品 搜索的过程 我们又全身录影 真的想不到 齐法官为什么要藏毒品呢 我们会对齐法官进行毒品的检验 至于往后的调查 希望院长能够支持我们 没有想到 法院一次有两个法官违法 石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谢谢院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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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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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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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 让你来珍惜我 真是太大费周章了吧 你还说风凉话 吉姆 你一次说三条案子绑在身上 三条 第一条是黄明秀 第二条是希望华 你说第三条是 千门八将 所以 你承认你是千门八将中的议员 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你们不是查了不是手机吗 难道没有查了简讯 那你是这人 是不是整个千门八将所有的主导场 我主导 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个头 咱们千门八将其实内部是很民主的 开会的时候都是举手表决 就得像咱们小学生开班会那样 秦英武 我被是个法官 现在死得这么多人 你还毫无回忆 一不说得是不乖其样子 秦英武 我 那家不惜之用 啊 啊 同学 如果跟你说 我是身无有机 你会相信我吗 如果那天 我又碰到那个女孩 我这一生 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那个女孩 就像写完花样 清晨可爱 让我相信我老婆 年轻的时候 那是我这辈子 第一次外遇 可是隔天 你的手机 就收到一封简讯 他们说要我配合他 要不然就要把外遇的事情 共诸于世 让我身败名裂 而且杨阳 还让我家破人亡 他们叫你配合什么 跟黄炫的爱子一样 要你最最不足 放走那个毒虫 根据医生争 我原本有一个事情 就这样结束了 实际上恰恰相反 事情刚才开始 就因为我妹的良心 判错了一个案子 一个把柄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三个 三个变成四个 跟我发觉之后 我就是满手无力的罪恶之身 你那时候就应该立刻报警 勇敢面对司法 石头啊 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人性的利根性 真是太不了解了 我们千万八家 就靠电话简讯 能够团结在一起 是靠什么 靠的就是贪念跟恐惧 要为了司法 其实我们家人 我告诉你办不到 可是只要有家人 就受到威胁 问题是只要你低着头 就受到欲望的支配 接着就自暴自弃 什么毒品 女人 哪怕我最喜欢的古董字画 从来都会来的 可可怕的是 你不会觉得有罪恶感 因为 你是被别人逼的 所以 千万八家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加入组织的吗 差不多 所以我们几乎都没有反抗 除非 你没有家人 或者这辈子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这样的话 老板就对你没辙 你就可以好好地调查老板的底细了 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成立千万八家的 绝对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方便收费而已吧 还白告诉你 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这是问我们老板 我们老板是谁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是怎么样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联络的呢 唉 我劝你们 找到我这儿就不用查了 不然 会有生命危险 并且我告诉你们 你们最好撤销对我的起诉 不是我不认罪 而是我手上有一大堆 我们司法人员 还有政府官员的官说资料 如果你要查 是不是会动摇国本 这你不需要操心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齐英文 你就是这人做 江浩是市场 曾经还是乎 任前惠跟吴忠之厨 洪忠明之托 吴忠 那我问 齐 封 封 尤呢 他们是谁 封跟尤 我是从来没见过 我怀疑 他们是直接面对老板的 也或许 根本就没这个人 那他呢 洪忠明 吴忠 还有江浩鞋手机里面 都有提发来的情绪 你不就是提吗 来 最後你一点 人静一点 起 origin 欢че 把枪放下 把枪给我 我是迪 原来是自己人 你知不知道你刚那样赏射 差点四到五 天这么暗 谁知道谁是谁 你还好意思讲 算是你绑鞋带 整那子弹 像又偏三公分我就挂了 直接中心脏 应该把你打死才对 你运气好 是我来谈判 不然现在人在哪里 躺在地上啊 在墓地里啊 草头都长多高了 搞不清楚状况 我没想见办法让你保爱就医了 就是希望你赶快到国外去啊 多老半天还回来这里 大哥 谁叫你回来的啊 他说肚酿疫情会出现 要我干掉他 他叫你去死 那么赶快去死一死 那脑袋装什么东西啊 报告 这里制服了单名嫌犯 有没有找到张志强 报告 目前没有 好啦 不要不要那么多了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等一下 你到底查出老板是谁的朋友 只知道他的关间 可能比我们想的都还要高 其他的 我没有查到任何注释马迹 你别胡说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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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啊我没胡说啊 搞不好你就是老板 来 雨晴 你不要以为中风卖傻 你就可以减轻行车 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了 不要再让恶毒逍遥法外 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你可以挺身的恶处 对付肌粉八战 而不是继续掩护不法之徒 林玉安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 我现在这般年纪到这个地步 唯一可以选择的 就是这么个死法 你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不愿意说出来 老板是谁啊 因为我不希望 你们这些还不错的检察官 去白白送死 一股啊 多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要这样子吗 你去我电话里面查吧 那墙鞋跟杜瓶呢 那你最近还负责呢 我所知道的 不会比你们多 他认在哪 你可以用了手机 发简讯给他 至于能不能骗他出来 就看你们的本事 好了 同学啊 该说了也说了 该认的我也认了 我最后 我最后 能不能 要求一件事情 如果不违法的话 我可以帮你 我想 把个电话 提下我老婆跟 跟孩子的事例 你 总会有童年记录的 你别说话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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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爹 是你吗 哈喽 爹 我认识你 爹 爹 爹 是你吗 哈喽 不是 哈喽 哈喽 爹 ee 爹 爹 你 愿 爹 花 咱 蛹 菜 sixte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云武 我不是为了你才要查老板 我是为了我爸不明不白地死 我必须查出老板之心 你不要以为掩护我提的身份 我就会感激你 你只不过是我的棋子 依被告等人征询中供述 证人证术通联记录 行动收证照片 以及银行交易民信资料 被告洪聪明吴忠吴所为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 第一项 第五款 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嫌 第271条 第一项 杀人罪嫌 及刑法第164条 顶替罪嫌 被告 请入所为 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十条 第二项 适用海洛英罪嫌 刑法第222条 第一项 第四款 加重强制性交罪嫌 刑法第276条 第一项 过失致死罪嫌 第271条 第一项 杀人罪嫌 及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 第一项 第五款 违背职务收受不证利益罪嫌 伤害犯罪行为 使全体执法人员蒙羞 更使法律威信荡然不存 许等身为司法人员 却人为集体贪污自犯罪结构 犯罪情节悲轻 均不宜轻重 所以起诉 无期徒刑 此夺公决终身 以尽效应 我们解开齐英武电脑的密码 但是并没有发现 什么可疑的书信往来 如果照雷简所说 齐英武跟他的老板有联络 那应该要有记录才对 为什么都没有 齐英武也说叫我们去查 他的电脑里面资料 但是我们连偷连记录都查过了 也没有查到 他所谓老板的讯息 我在想 他是不是捏造了 不 又不是捏造的 他们的通电记录我有看过 他们的确有提到老板的字样 而且他们是用模拟电信号码数据 交换机所发报的 这跟上次骗宜儒 还有王菲见面的手法是一样的 这样啊 那老板会不会是曾静凯呢 我看照找秦武来问一下才行 大家都在啊 雅琴 对了 雅琴 四五年前有一个军火走私案 去帮我调阅出来一下 对 好 你电话这个案子要做什么 就这样子 文姐有说过 她说这些枪械军火上面都有序号 是由正常管道进来的 我想说这个案子再看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这个案子我之前就看过了 它根本就是个罗生门 大家各说各话 只有怀疑的人 却没有可以正确侦查的人 那我们可以请国防部写出调查啊 军中有军中自己的检调单位 一般民间是不能介入的 雅琪 你没当过兵你不知道 部队是很保守的 不要说调查 你连进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也没有这么困难啊 我爸爸以前在军中是负责采购的 现在在军中里面应该还有一些旧干部 我去联络一下 说不定他们愿意帮忙 这样的话对案情或许会有些帮助 雷姐 我就知道你这有办法 我录像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的太少或太多 都会让人更惶恐 谁人有谁放纵 谁会先让出自由 最后一定总是我 说叫喧空 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 被情斩所有还要笑着接受 我嫉妒你的爱情时候 想得起到最无瑕的天空 你要的不是我 而是一种虚荣 有你疼才显得多么注重 我陷入盲目狂脸的宽容 成全了你宛中众位的天空 乖如 乖如你会不会把意道啊 可以的话把药包先扔掉 谁打来了 乖如你先扔掉 我记得 我记得 谢谢你当时的奥运看 孩子能保护我 你是一个好警察 判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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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走路了 小姐 小姐 邊走邊想事情 沒有注意路上的狀況 是很危險的 謝謝你 小姐 小姐 需要幫忙嗎 怎麼跟女生搭訕的時候 都沒有在看狀況的 小姐 你不要緊張 我朋友只是想幫忙 他不是要搭訕的 沒關係 小姐 你這個會開車 你也要稍微懂得保養車子 你引擎已經漏油了 這需要進場保養 最好就要脫掉車 什麼 你修車的 不是修車 我只是稍微懂車子而已 走吧 黑姐 怎麼樣 喜歡穿著火爛的拉美 脾氣也很火爆 我待會兒介紹我爸的得意本身 他跟著我爸已經很多年了 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問他 你爸如果在世的話 現在至少也是個將軍了吧 你怎麼 你也知道我爸是怎麼樣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嗎 我的個性本來就不喜歡 看人家隱私 好 是雅琦告訴你的嗎 雅琦 雅琦欣賞你 你應該很清楚 沒聽說過你有女朋友 雅琦真的不錯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她是什麼樣的女孩子 雅琦這個女孩子真的還不錯 她認真負責 當然她神經有時候比較大挑 時間也大了一點 不過她真的還算滿細心的 被你說得這麼好 你總不去追她 還是真的跟同事們所說的一樣 你跟王姐 我跟王姐 別人想這麼穿 就是穿 王姐這次出國 不知道會從哪裡可以著手 王妃她在想什麼 我真的猜不到 但是她的辦案方式 總是會有令人 意想不到的線索 例如她查了曾經凱 賭場這個案子的時候 她把香港的賭客帶回來徵詢 結果就查到青門八家 所以她到底會怎麼辦案 我真的不清楚 正經凱 請 請 定君 好 請 定君 居官 好久不見了 當檢察官之後都沒有再見到你 是 我跟妳介紹一下 這是杜亮晴杜檢察官 你好 張定君 你好 你好 來 坐 坐 定軍是很優秀的職業軍人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隨時會可以問他 其實是軍官的父親照顧我 我的軍女生涯才可以 過盡順利 怎麼了 什麼事情不可以在電話裡面談 要約我出來 沒有 這也是我們在偵辦的個案子 剛好有查到一批槍械跟子彈 這個子彈上面有序號 而且序號是法文 所以我想說來問問看你 你們軍方這邊有沒有 賣過這個來自法國的槍械 或者是子彈 那還有就是 負責這批採購的單位是哪個單位 其實軍方跟警方的採購並不一樣 警方使用的輕型武器 應該不會使用到法國的 一般是使用美式或是德制的 而軍方的幻象飛機跟軍艦之類的採購 才會跟法國詢問 這個 唐先生 四五年前有一批軍火 是從法國進口的 是一般性的武器 你有印象嗎 四五年前我是負責採購的 我的印象當中 並沒有像法國採購 或下定什麼樣的武器 如果台灣有的話 應該是走私進來的 走私 從法國走私 是事倍功辦的 這合理嗎 這個我可能就不清楚了 我們軍方一下按照 採購法程序辦理 至於走私的事情 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你 好 我了解 謝了 不會 不好意思 麻煩你 不要那麼客氣 如果我知道的話 一定會告訴你 對了 其實我今天出來跟你見面 也是有事情想要請你幫忙 如果是要問軍方的事情 我可能沒有辦法 其實我最近收到了 法院的執行命令 要強制執行排買我現在的住宿 你為這樣 上面寫著 我的父親過世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放棄繼承 而財政部指出 我父親生前的時候 有跟朋友投資幾批土地 可是我們家人沒有人知道 我媽現在為了房子被查封 沒有一定睡好 你們有沒有認識 比較好的律師可以介紹給我 律師 有 我幫你介紹給律師 他人還不錯 犯過幾個大案子 他叫做高怡如 我等會把電話給你 太好了 等事情解決之後 我再請你吃飯 律師 高怡如,有位唐先生收拾雷警介紹來的 請他進來 找尋找尋周 shadows 我要問水 りょう きの 邊走邊ishing事情 沒有注意路上的狀況 是很危險的 是你 這麼巧 請坐 謝謝 你早上真的有什麼樣子 我現在能猜得出來 你為什麼走路不專心 一定都是想著官司的事情 我想當律師一定很忙 我就長話短說 不耽誤你的時間了 唐先生的事情 雷姐妳在電話中 大致上已經跟我說過了 這是我準備的一些資料 您看一下 沒想到妳這麼快就準備好了 看看你還需要什麼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怎麼打這場行政訴訟 雷姐 妳幹嘛介紹她給姨汝 她不是妳女朋友嗎 幫她找工作沒有什麼不好 是前女友 是 我知道 一路之前發生那麼多事情 我在想 她的內心應該是很難負面下來 所以我想說幫她找一些工作 說不定可以借我忙碌 來轉移她的注意力 雷姐 你心情不好 是 雷姐真的心情不好 她現在心情有盪到了谷底 她需要一個很了解她的人 來安慰她 那雅琪妳的個性 是咱們全地獻屬最好的 最會安慰人的 我覺得妳需要 好好聽一下 雷姐到底有什麼心事 雷姐 雷姐 你心裡不舒服 你哪裡不舒服 你可以跟我說 我確實需要冷靜一下 妳可以幫妳一個忙嗎 幫我倒一杯冰咖啡 OK 好 那你等我一下 謝謝 主任 各位 跟你們介紹一下 新來的實習檢察官 關淑林小姐 這位是杜雅琴杜劍 雷俊愛雷姐 還有我們的蘇集官邱雅琪 來 主任 我剛剛在外面 就應該要碰過面了 雷姐 不好意思 剛剛把妳當成無聊男子 沒有關係 我確實是應該要回去 好好照照鏡子 看看為什麼 人家要把我當成是無聊男子 不是啊 來地解釋你穿這樣子 不太好吧 人家當然會覺得 你是不正經的女孩子 怎麼 現在地檢署 有規定要穿什麼來上班嗎 不是啊 來實習就應該端莊一點 關淑姐 不好意思 雅琪她講話就是比較 直接一點 妳不要介意 我已經領教到了 好了 我希望你們能夠多多照顧蘇琳 讓她盡快進入總科 好 是 這就是妳的班上座 喂 你好 我是雷俊甘 好 我馬上趕過去 雷俊甘 主任 齊英武自殺了 師主任 我們藏出齊英武是 扶下了氫化甲的膠囊 氫化甲只要射取 一百到兩百名為人 一分鐘之內 一時就會喪失 然後全身抽取 接著心臟給你跳動 為什麼雷俊甘 會拿到氫化甲 老爸是有人給她的吧 那法警跟囚犯 也應該都要調查 甚至去過會客室 找過雷俊甘的人 也應該要調查 警方已經調查過了 自從雷俊甘入獄所之後 沒有任何人會客 包括她的律師 有沒有可能是她殺 或者是她被人逼的 當然也有這個可能 可是 齊英武沒有任何掙扎的表情 她好像是在一種 預知的情況下 扶下了氫化甲 雷俊怎麼了 她父親也是在金融中自殺的 雷俊的父親也是自殺的 我知道她父親 是因為軍官被起訴 我不知道是自殺 主任 這是法醫的檢查報告 主任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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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有這麼大的反應 那是因為 我父親在俊老裡面的時候 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還在上述期間 軍中的監獄就傳來 我父親食物中毒而老 還說怕會傳染 就甚至把我父親給活化了 我心裡面就在想 這應該是為了要顏面證據 所以 我就把我父親的骨灰 拿去做化驗 結果沒有想到 裡面居然有輕微的輕化牆 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 這麼多年來 難道都沒有什麼發現嗎 那是一個很封閉的環境 所以到現在 一點進展也沒有 你說琴舞跟雷伯伯 都是使用輕化甲 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巧合 畢竟一般人 不太可能使用輕化甲自殺的 而且犯人他們進出都要檢查 有誰能夠夾帶這樣的東西 進出監獄 你說得很有道理 我一定要查出來 是誰把東西給侵吻了 而且我之前也懷疑過 應該是有人把輕化甲 放進我父親餐點裡面 但是如果吃了東西 為什麼只有我父親有事呢 說不定偵查其因物的事 也可以順便解開 當年雷伯伯的死因 怎麼可能嘛 關檢察官 你的意思是說 千門八將的人 害死了我們雷伯伯嗎 你剛來可能對這個案子 不是很了解 雷伯伯已經過世好多年了 千門八將是最近的案子 兜不上嗎 怎麼會兜不上呢 有誰知道千門八將 已經存在幾年了 更何況搞不好 連其因物都不知道了 如果有連結的話 重啟調查 搞不好是最快的方式喔 好 請問 反正雷姐現在 就已經不想要再提這件事情了 你從她身上查下去 不是在挖人窗吧嗎 請你不要再問了 我只是說出我的判法 其實妳說的沒有錯 我確實應該要 證視我父親的案件 而且如果我父親的事情 跟千門八將有關係 那麼這也算是明示暗戒 我們也可以辦 想要找到我們兩個 有那麼容易嗎 我不懂老闆 為什麼還不給我們指示 有很多事情 不要想那麼多 你看我 想了這麼多年 還想不通耶 你想想看 有警察 律師 法官 這麼多的司法人員 在我們的組織裡面 我 只不過是個地痞流氓 我的身份跟他們差太多了 你應該也查了很久 老闆為什麼要稀疏地進入我們中間 哎 越查心裡越害怕 畢竟老夫人的生死在她的手中 哎 自己做的事 牽累到老人家 這是天下最不孝的事情 排哥 你有沒有想過 逃不掉了 年輕人 船以下水 沐以沉舟 走一步 算一步吧 哎 有件事情啊 我想請你幫我分析一下 抓那個高律師跟女檢察官的時候啊 提拿了一台什麼 什麼 什麼交換器給我 要我把那兩個女人給騙出來 模擬電信號碼數據交換器 就我所知這種機器在台灣很少啊 哎呀 這個東西啊 老子前面聽都沒有聽過 但是我發現 這個連簡訊的顯示號碼 都能夠篡改啊 你的意思是 會不會騎就是老闆 老闆就是騎 把我們耍得團團轉 好啦 不要那麼多了 趕快離開趕快離開趕快離開 嘿 等一下 你到底查說老闆是誰的朋友 只知道他的關鍵 可能比我們想的都還要高 怎麼 你認為不可能嗎 照你這樣說 除了已經死的任千惠 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假冒老闆 是啊 但是我知道不會是我 我就不知道會不會是你了喔 乃哥 我們一直都是統一陣線的 是嗎 是是難明一個姓 人情常待三分疑 這就是我阿海一直成功的地方 就是多疑 來 我敬你 來 我敬你 乃哥 乃哥 有事找我嗎 我要找你來 是要你幫我去看一下我嗎 那有什麼話要我帶給老夫人嗎 你就說我最近很忙 暫時不能去看看 另外我們從法國進口的高級沙發 家具已經曝關進來了 你叫人把東西送到這個地 466 海哥 這是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 是老闆要的 今天就幫他辦嘛 阿龜啊 過幾天我會安排你出去 是 這不是很軟嗎 滿硬的 好 先生 幹嘛 我買這麼貴的沙瓜 我都不能試一下了是不是 如果買回去壞了 妳要負責嗎 不是 先生 我們這些沙發都是進口的 你這樣試 叫我們以後怎麼賣嗎 賣 難不成 你這個展示品 還要賣給客人 這麼黑心的事情 你還做得出來嗎 我告訴你 一般的客人 你是可以胡弄的 不過你可別胡弄 本梁少爺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最貴的沙發 介紹給我見識見識 這不准 我不太喜歡 那這邊請 好 阿昆 她現在不是被通緝嗎 怎麼出現在這裡 這一組她是從法國進口 保證故意的 好 就這裡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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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耶 阿神 怎麼這麼小 在這遇到你們了 我的朋友 好久不見 聽說你搬家了是不是 是啊 最近在獨場缺了不少 買了一個小小的豪宅 小小的豪宅 小小的 所以來買家具 是啊 這家不便宜 還好了 阿神 你們忙好 我還要看家具 等一下 你剛剛說你在獨場 削了不少錢 是啊 誰的獨場 海哥的獨場 海哥 曾慶海的 曾慶海的獨場 曾慶海的獨場都被我們抄了 怎麼還有獨場 是啊 就上次那邊就 一看就知道說謊 待會兒去問話 帶回去問話 帶回去問話 一生的菜味 你一定是菜鳥囉 我們這些鳥鳥在聊天 什麼時候輪到你插嘴啦 簡座在找我諮商的時候 還簽我喝咖啡咧 帶我回去問話 你不怕你沒工作 是不是 你新來了 陸場不然你回去 就直接好玩 忠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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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兄弟 還在旁邊看啊 我們是兄弟啊 GINO 把我跟他平安安起來啊 是 不是 站住 好好好 我說 我剛剛看到阿坤啦 如果你們要忙的話 那是算的啦 阿坤 阿坤在哪裡 就從那邊走過去了啦 走 走 你放開啦 你放開啦 幹什麼 你走 這樣嗎 這家還好嗎 還好 這個 這個地方你知道嗎 不清楚耶 這種有數字的家具 都是有專門過來處理的 會不會再走 交完貨打電話給我 沒問題 梁鋒敏最好不要騙我們喔 我告訴你 你最好也不要這種態度 跟雞排憲民說話喔 否則以後你們要有情資 我一個字也不會告訴你們 你 不是 好了 靖龍不要玩了 不要每次都動手動腳的 楊東銘 郭隊最後跟你碰面 到底說了什麼 他說要去海哥這邊臥底 我跟他說太危險 叫他不要去 他就是不聽 他真是一年早逝 所以說曾敬海的出入地點 都是你跟他說的 是 不過現在都斷線了 那毒品呢 還有沒有出 現在風聲井 誰也不願意跟海哥連在一起 容易被警方查 這是因為你們現在查的井 外面的粉現在可貴了 不過如果現在外面能賣的話 肯定缺盤 好啦 沒事了 下次不要那麼難找 我們王隊現在很積極的 在找曾敬海 就是要替郭隊報仇 知道了 阿神 你們自己要小心 他們火力很強的 謝謝你 對了 你知道千門八將嗎 千門八將 沒聽過 什麼組織 不知道就算了 還問那麼多幹嘛 楊東銘 隨時保持聯絡 小姐姐 所以雷簡不願意讓你們去調查他的父親 這不是雷簡說的 是雅琪說的 雖然這是雅琪自己的意思 但是這個雷簡的爸爸 的確是因為貪污而被調查 然後在軍艦裡面自殺死掉 這件事情 如果再重新調查的話 對雷簡來說一定非常煎熬 難怪 難怪什麼 難怪雷簡曾經跟我說過 他爸遺留給他的 就是無力 無奈 還有遺憾 這樣看起來 雷簡對於他爸的事 還是耿耿於懷 只不過說真的我覺得很奇怪 這些人犯案以後 都沒有承認 都是檢察官辦到哪裡 他們才承認到哪裡 我是在想 他們是不是有什麼苦衷 例如 他們的家屬被威脅之類的 不然的話 齊英武死這件事情 也不會這麼簡單 你想想看 他吞了一顆金花架就死了 什麼話都沒交代 我覺得王菲去國外查訪 他們家屬是對的 也不是說齊英武最後一通電話 是打給他的前妻 可是他什麼話就說不出來 齊英武死了以後 洪聰明跟吳宗華也都閉嘴了 對 學戀 曾慶海妳有什麼消息 張浩欣跟任千惠他們兩個 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不見了 可是現在我在積極查一個 曾慶海的倉庫 這是國際留給我的線索 倉庫 前一陣子王菲都在搜查 所有和曾慶海有生意往來的人 照理說曾慶海現在應該沒有生意可以做 不過以他的個性應該不會這麼容易就散發甘休 學禮 你去查一下最近毒品的流向 你應該就可以找到倉庫了 總統 我們找到倉庫名 這傢伙削翻了 他從曾慶海的賭博網站 下出贏了不少錢 重點是他還蠻有性的 林書豪 凝聖地 NBA券給他壓中 曾慶海不是因為賭博網站的事情還在訴送中嗎 黃隊 曾敬海不會笨到 用自己的名義去架設網站 還有我們在家具堂外面 有遇到梁東銘 他說他有看到阿坤 那你們回來幹什麼 我們在四處已經找過了 沒有發現 地點在哪裡 就在家具堂的倉庫附近 金庫 因為曾敬海說這兩天 要帶我去他的倉庫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理應外 掃掉他的老巢 好 帶我去 是 阿坤 路上小心 好 辛苦了各位 先休息一下 謝謝老闆 不會 我是市行道的王警官 你是倉庫的負責人嗎 是 請問有什麼事嗎 這個人你有見過嗎 衣服就是說謊的樣子 沒見過人 看到上面幹嘛緊張 你 如果你看過這個人 卻跟我說你沒看過 先生 我怕你會涉及妨礙公路 我真的沒見過嗎 你的倉庫可以讓我們參觀一下嗎 這倉庫有什麼好看的 這是我們跟法院申請的搜尋令 老闆情侶佩服 好吧 你們去看吧 好吧 綜藝要挺 你去調味他們借錢的五方面 你去調味他們借錢五方面 看他了 黃隊啊 我說的話都是真的 有沒有說嘛 我一看就知道 在我們家鄉不見一隻雞 只養我一問 馬上就知道是誰投入 我們班來講求證據 只要有證據 就知道他有沒有說話 那是怎樣的家具啊 你說那個 那是客人最近剛訂的 這型的家具 你們公司負責人是誰 黃隊 辦公室裡面的小姐說 負責人是曾經海 馬上通知杜姐 搜查的時候小心一點 東西不要把人家扣壞了 誰 小姐 妳確定你們的負責人 是曾經海 是啊 都是他在幫我們薪水的 那為什麼負責人 登記的名字不是曾經海 這我就不清楚了 我們有薪水領就好啦 先生那請問一下 你有常看到曾經海嗎 對不起我對他沒什麼印象 但是我知道他都有固定的客戶 會出貨 他都會派專人過來 通知我們 什麼樣的人 不知道耶 都不一定 出貨地點呢 這出貨地點就更懸 他每次都會給我一個數字 然後我就把數字交給這個司機 司機都知道送去哪裡 什麼數字啊 我之前有拿到一個紙條 寫著226號的 然後我就把這個紙條 交給取貨的司機 這司機都知道把這個貨 送到什麼地方去 但是地點我們就不清楚了 或許這個買方 不想太過招搖吧 226號 那你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家具 也是用這種方式運送的 還有一些數字的代表 要不然 我把這資料提供給檢察官 還有一些有地址的 你們要不要 統統整理出來給檢察官 包括你們的出貨單 好 很奇怪 這些數字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是地點還是真兒 還是又是面堂 我也不知道 這些家具 不只從法國進口的 從貴國進口的到有 好好的搜查 所有的細節都不要放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謝謝 九點多了 是不是該吃飯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明天趕著要把這文天 送到房間區 所以我都沒有注意 我早應該提醒妳吧 要不然就是我應該下班的時候 先跟妳去吃飯 還有幾行吃再跟我一下就好 明天我買一些素打餅乾 牛奶 妳放在公司 餓的時候妳就可以吃了 謝謝妳的貼心 妳有個男朋友 妳有個男朋友 有 前男友 好 好了 我送電一下 現在查出令尊擁有三里土地 還有一些補票 郭春姐跟我說的時候 我也下了一票 妳該不會是想休息 不吃飯了吧 對喔 妳還沒有吃飯 走吧 我請客 不 應該是我請 為了我的事情 讓妳廢寢忘食 OK 我不會跟你搶著買單的 嗯 走吧 好 在部隊裡可以像你這麼悠閒 這麼晚還不睡啊 單位不一樣 我是上下班制 真好 可是在我印象當中 好像當兵的 都是天天待在部隊裡面 只有家人的時候 才可以放假 我是負責採購工作 下了班以後才有空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以後每天下班 都能見到妳 聽說妳的成功又被充滿